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念经 我是来讲健康的 念经跟健康有关系 不是来传宗教的 念经是为了什么 念经的意思是 其实是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 因为我们太多的深口意的 坏的习性 就是比方说肮脏的想法 我常常讲就是说 我们有太多的心魔 旁边就是在作怪在虐待也好 贪嗔痴也好 反正就是一大堆有都没有 万念也好 一大堆事情 这个叫做坏的习性 就是佛教讲的 我们原本是一个佛性 本来就是你深口意是干净的 但因为贪嗔痴的关系 无名的关系 把你围住 所以变成魔一样 所以这些心魔就是要度的意思 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 尽心尽心 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说 一个是感恩跟随喜 就是干净的敬 另外一个是静下来的敬 就是感恩的意思 你感恩的时候 或是你谢谢的时候 或是你随喜 随喜别人做的事情 随喜自己做的事情 随喜任何事情 比方说这个电视上看到一个东西 哇 他好棒哦 随喜的功德是无量的 所以那个随喜 意思是说随喜跟感恩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最平静的 我们心一旦非常非常平静的状态下 会怎么样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免疫力快速提升 所以我这几年再讲 就是说疫情也好 癌症也好 所有东西在拼什么 拼免疫力 不是拼体力 不是拼经济力 什么力 不是 就是免疫力 免疫力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就是慢慢 就是说现在国外研究 显示 就是说mindfulness 正念对免疫的疗法 或是对免疫治疗 或是免疫提升 对癌症的治疗 或是有些中风的人 或忧郁症的人 躁愈的人 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正念疗法 不是在喊喊口号 不是说这是宗教家的事情 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去查哈佛大学 美国的哈佛医学院 Mindfulness 还有Myoclinic 就是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学 就是最有世界顶尖的医学中心 他们都在癌症的辅助治疗 或是有些中风的 或忧郁症的人 都是在做这个 慢慢就是比方说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就是甚至战医 慢慢我们都觉得 心理的力道是不一样的 就是心理的因素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大家有听过那个 安慰剂这个词 那叫做心理的力量 那叫做信念 安慰剂代表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做测试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疫苗出来 安慰剂是怎么做的 这批人打真正的药剂 这批人打水剂 然后就看做比较 但就说你们都不知道 我测试的人也不知道 所以是双盲实验 这是要到临床第三期 然后你的比例 比他高多少 才算是临床通过 但就说最少他打水剂的 最少在安慰剂这个效率 对照组 最少有30%的效果 所以意思是说 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 就算你打水剂 也有提升看体的效果 所以这基本盘 我在讲就是说 基本盘我们要受注的是信念 就是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心理的力量 这个叫做也叫做心理的力量 只要你心理的力量够强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就是比方说 正念疗法、正思维 然后国外再提倡感恩这些事情 都是人变成就是比较乐观的态度的概念 人变得比较乐观的时候 你的免疫力 你的精神状况 你所有的状况都会比别人好 你的免疫力比别人好的时候会怎么样 病毒不容易感染 细菌也不容易 癌症也不容易产生问题 甚至现在讲就是说 中风、心肌、梗塞、血管硬化 都跟免疫力有关系 甚至我们在讲就是说 血管硬化是因为我们吞噬细胞 通常我们身上有一个叫做吞噬细胞 把血管里面的垃圾或什么 它吞噬掉 再消化掉 再吸收掉 所以血管不容易硬化 所以这些都是跟什么 就是还是心理有关系 所以心理的素质 或是心理的修养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这个尽性尽性 第一个 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做什么 感恩 还有随喜 就是rejoice 随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有师父有没有讲过 他随喜那个功德主 所以最后他的就是比方说 那个善的善业是 全部都回到这个乞丐身上 然后那个问说 为什么我花那么多钱或什么 因为你的傲慢心 然后就是你的那个八风吹不动的 那个很多风在这里面 自己就是成就啊 以为是啊 所以意思是说 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没有纯净的时候 他就是出了问题 所以随喜 平常你不用做任何 有时你不用捐任何东西 别人捐 你随喜 认真真心真意的 啊他好棒喔 这个人很好 哇 这个好美喔 这样子什么事情 只要你懂得随喜 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说 这个会怎么样知道吗 随喜会怎么样知道吗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讲过就是说 俗佛教里面的随喜 是为什么要随喜 会产生什么事情 增长福报 为什么会增长福报 为什么增长功德 为什么增长功德 我们有很多人说 增长功德福报啊 然后拜拜啊 什么什么 但是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心理想好的就是善的 所以造的夜善的眼光 心里开心的时候 想的都是好 比较多容易 对 没有错 随喜的原因 意思是说 就是变成我们的心态也好 我们的眼睛的看法也好 听的东西的听法也好 感受世间万事万物的感受的方法也好 你的味觉也好 嗅觉也好 你的思维的想法也好 希望变成是正的热的上的 意思是这样子 不是说随喜 我随喜你怎样子 会怎么样 就变成怎么样 我们都要想 就是我们在学佛的当中 任何宗教都是在改变我们的思维跟行为 它没有别的东西啊 你们真的以为求佛会来帮你啊 两千年已经远近了 他真的会跳下来 神明会帮你吗 我上次问过说 你真的相信财神会帮你赚钱吗 大家相不相信 真的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 财神真的会跑下来 会帮你 你真心真意的求他 真的会帮你从银行帮钱给你吗 不会啊 那为什么要求他 所以任何事情 就是说我们求佛也好 任何事情好好想一想 再改变我们的思维 不是说心理安慰或任何的 意思是最终的目标就是 增加你的信心 对自己的信心也好 对自己的信心也好 你不知不觉的 好像有个人在帮你的感觉 其实你在帮自己 没有所谓的叫做super power 如果这么好 那每天就拜财神就好了 你就家里好好去念经 每天拜财神 有一天银行的钱都跑到你家了 神习家银行 对啊 都可以啊 所以意思是说 任何东西就是宗教的东西 我们在学佛的东西 我们在学佛的东西 一定要厘清自己 就是我们坏的习性太多 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 瞑目跟方式来 改变我们的思维 改变我们的看法 就是进化的概念 但是我们在学佛的东西 每天都能传出 我们在学佛的东西 那就是帮助的帮助 然后我们在学佛的东西 我们在学佛的东西 我们在学佛的东西 才能够得到